環保菩薩 環保菩薩 他們就是正年不休息 哪怕是過年 不止不休息 還更難路 這個是塑膠 這個要全部拿 那個是要給你們的 要做得比平常更忙 當在過年夜 我心裡都在想了他們 此刻就是忙碌的時候 兩年時期都 對對對 那家裡哪邊 家裡都放假了都休息了 家裡沒有什麼過年 過年跟平常是一樣 這幾天過年 過年也是這樣 天天來 每天都要去吃 我昨天也有吸收 只有十九年 啊 啊廚師都會在這裡 對 啊都圓圓 我們都七十多歲 想說環保站這麼多 回收要處理啊 還是要來做 沒有其他目的 只是呢 為大地 這種連心牽手 去付出 去回收 做出來的 這一定要靠的呢 為善庭和 叫做名為貴 祝大家新年快樂 很珍貴的 人心合和 為有這個顯霖 把這個福氣呢 呈現出來 這呢 這是最貴重的 是我最佩服 很感恩的 幾十年如一日 付出無所求 看了你 啊新年快樂 還要來做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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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因為我知道新年了 資源會收 一定會 資源一定會很多 然後想說 來付出一下 我希望大家 尤其是年輕人呢 我們這裡 有力量的人呢 能夠多來參與 來參與物資分類 因為我們 這一個地球呢 已經被破壞得很嚴重了 這一個世界呢 真的很需要一股 年輕的力量 一年要到 我們都沒有去購物了 是 我們真的 每個世界都沒有去購物 然後我們的衣服 我全部在洗不洗澡 因為購物 對我們已經是很遙遠的事情 然後因為我們看到 來到這些東西啊 就是 非常的好像浪費啊 所以我們才是要 正式延長一命 我就想到 那些資源 一直 不停的進來 有時候 我休息 休息 要回家休息 我就想想 那些人的資源 不是 丟到整個外面 我就 沒有休息 人啊 要付出 無所求 在佛法來說呢 那就是廟啊 廟制 就是 無所求 而且呢 就是付出 不存留一點滴的 貪 貪求 在什麼樣的環境 他們去回收 環保 不會生氣嗎 一次再一次 髒的 亂的 拿錯的 等等啊 他們啊 都要一概回收 多年以來 也有 拜託拜託 這個分裂 那個分裂 好 我們呢 就會 省了很多的人力 可是呢 很難 要共行很難 還是呢 和了 一堆堆的垃圾 回來呢 他們要 忍得 氣味啦 忍得 髒亂啊 還是大家 要這樣做 有的 不知道 都把它弄籠做一個 拿著 以為做什麼都可以回收 其實不行 請大家 可以這樣幫忙 分裂好 樣力而為 你就真的不可以做多少 做多少 看怎麼做 慢慢摸手 沒有一番功夫啦 沒有一番功夫啦 是無法長期做出來 渺渺付出 再利用 利益人群 但用在世間 為維護地球 愛地球 愛地球 守護地球呢 絕對不會停歇下來 他們 立定了這樣的 艷麗